Hello,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我的病好了,因为之前我红耳病了 然后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而今天这支视频大家看我们两个又顶着 素颜的大连就来了 是因为今天是要做一个 ByTerry的粉底的实测 你之前用过了吗 没有呢,我也第一次 也是first impression加上实测 然后视频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多多的点赞评论转发 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 可能是在APP端的大概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小小的手 那也是推荐,希望大家帮我们点一点 推荐我们去手烟哟 好,那现在进入整题 就是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实测一下 这个ByTerry的粉底液 然后我们这个4号是1号Fair Beige 然后我买的这个应该是会比较遮瑕的 然后会比较滋润一些 然后它有SPF15 对,然后呢,那我们就开始上脸吧 然后呢,我今天其实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 然后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块有那个痘 然后这块还有斑 然后我这个底下还有一些就是痘印啊 什么之类的,然后脑门上也有 就是看它到底能不能给我遮住 你的上妆工具呢,兄弟 我现在去拿 哦,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 我用蛋吧 我用蛋 我带了蛋和刷子 然后我要去把蛋沾湿 什么沾湿吗 我不用沾过干着什么 好,继续 然后呢,我就是一半边脸用这个蛋 就是明创油品的这个蛋 然后我这个蛋是干的 然后另外一半边脸我就用手指头巴 我带了我常用的这个加燃道的刷子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beauty blender 我买了一个黑黑的蛋 哦,还挺软 好,那开始吧 我们就开始上 我也不知道我要几多少 哎呦,我猜 我们先试一下它的感受 然后再往脸上上 反正就是大概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然后 哇,这个香味 哦,有点那种丁香花的味道 然后就是抹开大概就是 我觉得它这个 反正手上的感觉好像并不是很遮瑕 但是挺润的 上脸试试吧 然后我还带了这个 哇塞,我截了点多 太多了 我先不用primer 我就看它到底就是直接上我这个脸 是大概什么样子 行,那咱俩就有个对比 用primer和不用primer 我还截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 感觉好像是 我这个是比较粉调的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粉色的 幸亏我这两天保养自己保养的还比较白 那我这半边脸 那我这半边脸我就用这个蛋 然后来弄一下 我用蛋就还挺费粉底的 你这蛋都不用沾湿 对,挺酷 哇,这个颜色还真的挺粉调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挺对我的 但是这个好像没太多能把我的那个痘给遮住 对,我刚才在手上试了一下 它是那种很润的 对,我刚才在手上试了一下 它是那种很润的 能够稍微平衡一下肤色 这个是一定要后续再用另外的遮瑕的那种 感觉它比较像一个那种有色面霜的感觉 不太像一个就是粉底 它的遮盖力可能还没有那个7点比的好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两边脸的对比 这半边脸是已经用这个蛋弄过 然后这半边脸是还没有弄过 但是我这半边脸会比这半边脸的瑕疵稍微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遮毛孔遮的还挺不错的 就是这半边脸 黑眼圈我觉得稍微给我遮了一点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光子 我的情况是 就是这样 我黑眼圈基本上大概就遮了个三四长吧 但是我觉得就这边的毛孔很明显 这边毛孔遮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种就之前的红的一些留下的印啊 基本上是遮不上 需要再上一个遮瑕才行 它毛孔遮的还可 但它就是不是很干的那种很滋润 但它相对于其他的分底液来说 用量真的是需要挺大的 其实我特别讨厌用手上 但是就是为了能够有个对比 我觉得这边上 我本来还带了那种可以混在粉底液里的东西 但是以它的稀的程度 我已经没法再混别了 然后现在用这个刷子上 我觉得用刷子它的遮盖力好像要好很多 果然还是用蛋比较轻薄一点 好奇怪 你怎么那么白啊你那边 我大脖子缺黑了 然后我就左边 这是左边吗 对左边 左边的脸我也上完了 然后我感觉 好像用手这边上的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更清透一些 它整体都已经很清透了 你还要它清透到哪里去 过来了点 我觉得它的色好果然还是要比我的白一些 我用完之后就是和脖子反差贼大 但是我本来的反差很大 我再把重点部位再遮一遍 对 然后上完它这个妆感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融合一下了之后 好像也没有比我的肤色白 你用这个色号 我用这个色号 不会觉得有点黄吗 没有我觉得正正好 那为什么我用也觉得正好 是我变白了 但是你用也挺正好的 你看我用也挺正好的 不是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挺清透的 就是很薄的 但是我鼻液上面有点起皮 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 还是它 主要是用刷子的这边有点起皮 用蛋的这边没有问题 看一下 这是脑门 好眼睛 好我的这个痘印 然后现在是我这样 我觉得它整体还挺干爽的 就没有很黏 然后用刷子的这边会有一点点起皮 然后主要就是这种小红点真的不太好 但是它遮毛孔真的遮得很不错 然后整体妆感非常自然 就没什么那种面具感 OK 那么就是这样 让我们去把整个的妆都给化一下 好 这会儿见 拜拜 嗨 我们现在已经化好妆了 全两个妆了 然后我是后来又用了CPB的遮瑕遮了一下 但是我们都没有上粉粉 所以这个 就是它本身的 本身的效果 我连遮瑕都没有用 就是看看它到底就是能是什么样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脸上的这个感觉 就是感觉 光泽还是在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脱妆啊什么那些了 你把刀 然后就是遮瑕我估计遮了百分之六十吧 大概 对 原来我这块都是各种包 然后这个光泽我还是挺喜欢它 我脸上的这个光泽不是 不是这个粉底液本身的光泽 是我自己上的北凯的高光 然后这边的这些是我后来 包括黑眼圈都是用CPB的遮瑕遮的 所以可能只有大面上吃 是它自己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挺干净的 然后没什么负担 然后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40 然后我们两个再会 顾一些其他的视频 然后再去逛逛吃吃什么的 然后我接着给大家 谢谢大家 嗨 嗨 嗨 我已经穿上打棉袄好了 睡觉有点冷 那我俩看得很漂亮 然后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下午 应该是五点 五点了已经 然后我们出门去试甜品 然后现在就是已经 距我们上妆已经 上妆已经六个小时了 六个小时了 然后看一眼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情况是什么样子 就是来一下 好像没什么掉拖钟 对就是也没有什么 斑驳的地方吧 应该没有 就是还是好好的 在这里 你看你的呢 嗯 我的保持的也挺不错的 嗯 好然后我们一会儿到就是 吃天秤的地方 然后对 大家走吧 跟我们一起 热 呀呀呀 呀呀 呀呀 然后我们两个人现在出来了 然后我们两个人现在出来了 我们还准备去逛个街 对逛个街 去兰港 然后我们现在正好在练满球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准备走过去 对 就是修华一下我们刚才视频 热量很高 然后也就一公里吧 然后现在现在几点了 晚上六点钟 六点钟 六点钟现在刚才是五点 我们现在不用了 反正就是还多点吧 就是吃了个甜品而已 也没有什么 好呗 我在这锅正白 很白 然后好吧 一会儿我们见 我们就在座上走着 反正闲来无事跟大家聊聊天 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在北京嘛 我们现在冷得瑟瑟发抖 对啊 就我其实还好 但不过就是今天就穿了一个牛仔外套 真的挺冷的 然后你看我这穿的已经是 里边都是那种有点黏的了 对啊 现在刚刚十月 今天十月几号 十五号 今天十月十五号 为什么这么冷呢 而且暖气了不给 简直没法活了 然后那天我男朋友就是在家洗了个热水澡 说好幸福 然后他已经把那个就是暖风那种浴霸都给打开了 就是哎男人真的是太焦太焦气 我们这种熟久寒冬的都不穿秋克的女人真的是开什么雨吧 直接洗 我们都习惯了 嗯 对 然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大街上就是举着这么个东西 好尴尬 哈哈哈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挺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的 然后就我们两个人其实也不是那种特别就是专职的那种美妆博主嘛 就是只是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还有就是还在上着班嘛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更的不是那么频繁啊或者什么这些的 所以请大家原谅一下见谅 重复上装换 後面都是重复感到外边上前来去 üh Matthew 不小心 唉 现在我们在游浴虎的行政里面 有我们两个人 嘿尤 好像是想看他们游浴虎的行政好 看一下几点 肯定是有点快关门的时间 但是9点 现在已经9点07了 然后已经再装10个小时了 然后看一下 就是大的还可以 但是鼻翼两撮有点浮粉 然后下边上有点浮粉 但是整个 但是额头还好 但这块有一点就是奔波的感觉 所以刚刚我们去吃了个熟喜锅的那种东西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的 然后我主要是洗皮儿比较严重 像这些地方都有些洗皮儿 然后这就是纯粥这一圈 就是很干 然后卡粉非常严重 然后也是大粥面上的 看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就是这一圈的问题比较严重 那我们的10个小时实测 Latari的这个 灯笔叶的这个实测就完成了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可能夏天又多好点 冬天对我来说有有点干 有点擦水 我觉得这半边脸 比这半边脸要好一些 这半边脸还可以 好呗 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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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